蛇诗曼生日喝到满脸通红,搂文宋贤欧阳振华合影,鲍鱼鱼赤白满桌。 5月29日,周家蔚、文宋贤、郭正宏等明星先后在个人社交账号上晒出聚会照,并留言祝福好友蛇诗曼生日快乐。 蛇诗曼迎来47岁生日,一众圈中好友特意举办了一场派对为他庆祝,众星云集场面十分热闹。 曝光的派对照中,墙上贴了生日快乐字样的气球,令现场充满了节日的氛围。 难得聚在一块,大家叫了很多美食摆满桌,鲍鱼、鱼翅、花椒等一应俱全,隔着屏幕都能让人食指大动。 兽星蛇诗曼穿着浅蓝色牛仔外套出镜,一头染过的中长发随意披散在肩膀上,打扮简单而不失时髦。 虽然年纪不小了,但她的皮肤仍光滑细腻,身材苗条纤细,状态大好,看着比实际年龄小一大截。 桌上放了不少酒杯,而蛇诗曼又满脸通红,估计她喝了不少酒。 日前宣布付出的文宋贤,被蛇诗曼紧紧地搂在怀里。 她剪了一头清爽的短发,配上年轻的装扮,看起来特别显年轻。 汤盈盈也出镜了,年轻时经常演反派的她,自从结婚生娃后,长得越来越面善,整个人散发着嫌妻良母的气质,给人很亲切的感觉。 周家卫穿着浅色上衣出镜,对着镜头笑出一口大白牙。 已经淡出娱乐圈的她,没有放松对外貌的管理,保养水平一点不输在场其他女星。 除了女性朋友,蛇诗曼的生日派对还来了不少男性朋友,包括郭正宏、欧阳振华。 欧阳振华被蛇诗曼搂着肩膀,脸贴着脸合影,表现得很是亲密,完全不避嫌。 事实上,他们已经相识近20年,有过多次合作的两人,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 从11年前开始,一到蛇诗曼生日,欧阳振华都会发文送祝福,相当有心。 这样子的友情,实在让人羡慕。